19. 《太陽報》2015年7月15日報章 A.09港民新定海神針9月重現鴨斯州 本報信 樹立在鴨斯州法定古跡洪聖古廟前 兩斤被稱為定海神針用來擋殺的龍柱 其中一斤去年9月中遭颱風海口吹團 消失了近十個月快將重現 當局正為洪聖古廟重裝兩斤全新的定海神針 負責看牌制自的鴨斯州街坊和獻公寫紙 全新的定海神針將加強地基鞏固 包括落重鋼筋及碩士等 形容可抵禦強大風力 定海神針仰要代師傅或上龍圖案才正式歸位 尿罪快9月中至9月底才能正式重現 鴨斯州居民鵬先生作祖約九時 見到多名包括政府人員在洪聖古廟前進行重新安裝定海神針工程 並進行常鄉、拜神等儀式 現場人員在地基柱底放下石仔 稱為彩石 如意定海神針發熱發量 庇佑區內居民 翻查通盛 作日而祭治、修造及動土 鴨斯州街坊同獻公寫總值李鄧先生表示 兩斤定海神針屬全新之處 作先固定安裝為止 稍後會再觀將及進行一系列如優七 防蟲及防火等保護工序 他指 仍要代師傅在處上畫上龍圖案 估計須時45天 鞏固地基防颱風去年9月颱風海口吹襲期間 其中一根定海神針被吹斷 鄧先生吸取教訓後將加強定海神針的地基鞏固 形容猶如建摩天大廈般設計 底座落重鋼筋、石屎 地面還有個1米×1米力流雪 而鞏固過以前很多 他預計全新的定海神針可於農曆8月即9月重現 據了解 街市會進行大規模的開光儀式 丁海神針被吹斷 當時有坎如學家如是香港會出亂局 果然不出所料 其後的佔領行動一發不可收拾 坎如學家司徒發正指 丁海神針被吹斷後無法鎮住香港 令本港局勢包括政治陷於混亂局面 輕風作浪、小事變大事 丁海神針將回後 問題會逐漸引而解 轉為風平浪靜 對本港整體運勢有幫助 防守 中間 橘桌